怎么又是毒咖啡 毒品泛滥了 毒品不是问题 你如何接触到毒品才是个问题 这位是24岁的阿林 因为吸毒失去了身体的某些功能 吸毒前面的 已经有问题 生活中碰到压力 交到不对的朋友 身在一个健全的家庭 有问题去找朋友 习惯性的 有什么事都不跟爸妈讲 反而是希望外面的同系团体 可以得到快乐 这个问题 乖孩子走了歪路 我的成绩算好 又是田径队 找到坏朋友 就觉得他们这样做很帅 上课玩闹 然后下课乱跑 然后没有回到教室 然后上课迟到 跟人家打架 抽烟 爸妈知道了就会 用不愉快的语气对我 然后甚至输手打我 如果你是爸妈 你会用什么方式 处理这些状况 像我这样这么皮的人 我想不到一个方法 所以也不能 也不能怪爸妈 用我不喜欢的方式 对待我 我现在可以理解 对 可是我当时不能理解啊 为什么我一犯错 他们就要用打用骂 下一集 我们将邀请到 有二十几年教育皮孩子 经验的新生活教育中心执行长 林家珍女士 解答这个问题 解答这个问题